大家好 我是耐放 痘性心律是什么意思 痘性心律是指由痘房结发出激动所形成的心律总称 痘房结是位于右心房上部的一种特殊的细胞 它能够自动有节律的产生电流 同时也能够控制心脏的正常活动节律 痘性心律是心脏正常活动的指标之一 显示心脏启动去疾化的位置正确 正常情况下痘房结的频率在60到100次每分钟 如果小于60次每分钟称之为痘性心动过缓 如果大于100次每分钟称之为痘性心动过速 这些情况可能与运动发烧假抗或其他疾病有关 也可能是心脏本身的功能问题引起的 如果出现痘性心动过缓或者过速 建议排查一下具体的原因 并注意是否伴有头晕胸闷乏力等不适症状 另外还有一个情况叫做痘性心律不齐 是痘房结发出的结律不整 往往与呼吸有关 吸气时心跳快一点 呼气时心跳慢一点 这种情况多见于青少年 一般不用过于担心 但是如果出现了其他不适 还是建议做更深入的检查 总之呢 一般只要看到痘性两个字 心就可以放下去一半了 因为那说明这个心脏起泊点是好的 痘性心律只是代表了它的起源点是正常的 也可能会存在有其他问题 比如痘性心律半藻薄 痘性心律半心肌缺血等等 建议定期做心电图检查 并及时就医 好的以上就今天说的 我是奶爸 咱们下期再见